嗨各位小伙伴们 那前两天的话 Apps终于把我坏了半年的 那个预报的照明灯给换掉了 那借此机会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教程 如果大家跟我有一样的需求 那也可以做一下参考 那么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 怎么把它的一个面板拆下 然后把里面的那个照明灯啊 那个蒸扭器把它给换掉 那我们用到工具的话 首先第一个是电笔 那我觉得人事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电笔的话 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视频 大家也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剥签前 当然如果计时足够 可以直接用剪刀啊 或者用牙齿也可以 那这个螺丝刀呢就不用说了 就是你去换那个振扭器的时候 肯定需要 最后你接电线的时候 肯定还是需要那个3M的接源胶带 那整个拆卸过程的话 其实你知道怎么拆的话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首先你要把那个浴霸的四个那个暖灯 把它给取下来 然后的话因为你的那个面板 它其实是嵌在顶层的那个板里面的 你直接啊捏住两边往外面拉就OK了 那拉掉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那个一个照明灯 也就是那个这样的圆管的一个照明灯 然后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振扭器 那根据一般的经验来说 如果你这个灯坏掉的话 你要这两个一起买 因为基本上很可能大多数坏的情况都是振扭器 那以防你就是去换的时候 可能灯框上去不亮 那建议你同时购买 这样可以决算自己的时间 那么具体的过程的话 看我一个快进的小视频就好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哦 好 各位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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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